你这个是没有望面的议论 那么很有力量 非常有力量 这个大家 希望大家你好好去做 如果你没有时间 那你只有半个小时 比如说我的科技是读无量作品 那你读无量作品呢 然后你念半个小时的 对不对 你先听这样 如果你说那我可以读无量作品 我能读早一点 可以啊 你就读第六五到三十二到三十七啊 也可以啊 早课第六五 晚上三十二到三十七 那你剩下的时间 你希望佛号念多一点 你念一个小时的佛号也可以啊 就是自己去调整 但是重点要订课 未来订课 你要去订课 你有多少时间 你就念多少时间 千万不要不做 因为你不做了以后 你这个定律出不来 出不来 像我们现在在念佛场这样念的 你有妄念 你又不能从来 在你共修嘛 有很多同学就说 那法治你现在教的 就不是老婆帮教的那一种 对啊 因为我们要共修啊 那是共修啊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我这三十分钟 我念一支箱下来 两次绕的是不是六十分 一次是三十分嘛 两次六十分 你这段时间 你有忘念 就是没有念好的 有几次 你把它记起来 等到你休息的时候 补上 比如说 我第一次半小时 我一念 哦 我错了十个 那你就二十四次念对的啊 你十个是念错的 等到你说我吃饱 那你休息的时候 你就回去啊 你继续念十念吧 把它念完整 也可以啊 那不就是完整的吗 所以呢 我这样观察呢 诶 我们静通老板 讲的这个定课 非常的好 真的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调查过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有见到 有一个同求 他的定课 是没有忘念的定课 我还没有见过 大部分都有报复 谁敢讲 无量过去都没忘念他 都有啊 那你能够重灭吗 没办法啊 对不对 没办法啊 所以你都是有忘念的定课 那好了你看 从初学有忘念到现在 假设你读无量过去 你读了十年了 那请问你现在读无量过去 还有没有忘念 几乎的答案都是 还有啊 读了十年还有忘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定呢 还是没有完全说 你只是有比较少的 但是 你就算是少 你还是有啊 还是有忘念 那还不是真正的定啊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呢 诶 你念这个无量过去 你念了十年 没有忘念 那你就是跟这个定课 可是这一个功课 我们现在识念法的功课 它是一开始就叫你没有忘念 一开始就是没有忘念 因为你念错就是从来嘛 它是一开始就叫你没有忘念的功课 那个定力是很强的 如果你有真的去做的话 我相信你的那个定力 会增 会进步的很快 会进步的很快 如果你要是有那个时间 有那个福报 一天生的一天生 早晚一天生 那不得了啊 那不得了 你那个定力会很强哦 你不要说做多久了 一个月 你自己去做一个月 你就知道了 不要说多一个月了 两个礼拜 你自己回去做两个礼拜 就不得了了 那个定力实在是很强啊 因为你在这边闹火 你去看看 你有办法拜个小时没有忘念 如果有一天你又拜个小时没有忘念 你会很高兴 你会拍拍手 不打开 因为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能够每天 早晚一千分没忘念 那不得了 那真的是那个定力啊 那真的是天天生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忍忍地去做 忍忍地去做 那么我们看到第七页 我们把它封给这个人就念完了 一起念完了 我们看到第七页的第三页 晚客并不是 未来坚持天天不断 念两三年功夫整理 这个我也相信 如果你是念没有忘念的定 我也相信 两三年功夫会整理 再增加念国的数量 绝对不要耗高 除病客外 还有伞客 伞客呢 就是我们想起来就念 无论在何时何处 皆宜念 人生的地方自己心中莫名 不要重生 就不会去干扰别人啊 我们就跟大家谨慈到这 那这一篇文章呢 我以后可能会特别的把它列出来 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对同修 这个学习国法的话 初学的话 一定是八分之大 八分之大 好 好 请大家翻开放下 十五分之大 一二十秒 一二十秒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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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经上讲的六祖波罗蜜 它是教界初学的先修的两样 就是说呢 就是波罗蜜的 里面有两样啊 我们要先修 一个是布施 一个是人 布施是报价 绝对不是说 我有钱 赶快拿去布施 做一点好事 那个呢 修 那个是把佛的意思啊 真的搞错了 那个只是财布施 它不是所有的布施 所以呢 这个布施 它真正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呢 是要我们 把我们的见解 放下 我们作物的想法 看法 放下 把我们的烦恼 放下 把这个布施掉 把我们的 灯 撑 撑 撑 不撑掉 把我们的 身见 便见 见取见 见取敬 邪见 不撑掉 是这个意思 啊 那身见呢 就是说 对我们这个身体 错误 想法 身体会坏掉的 可是我们很多人认为身体不会坏 这个是错误 身见 边见 就是对面 对意 见取见 见取见 一个是因地上的错误 一个是我地上的见解错误 比如说我们去约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很多人 他就不相信有极乐世界 他认为了这个是骗人的 那是什么 那也是错误的见解 有的人认为修因不会正常 他不信因者 那这个也是错误的见解 除了这个因地上或者是果地上的见解之外 甚至呢 其他的 还有其他错误的见解 这个就包括在斜见这里头了 所以要把它布施掉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布施是放下我们一切之见 放下一切烦恼 是叫我们审这个东西 布施掉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上 像财林宝训里面 他一共有三百多点 里面呢 都是教导人 应该要怎么样来发心做梦 怎么样来亲近老师 亲近战知识 亲近战知识 那里面有意思啊 讲到有一个 参学的 参学的 这一个人的 这一个人的 人品 学问都好 可是呢 这个老和尚跟他呢 好像是冤家 对同一样 怎么样 你叛他都不顺 所以呢 常常无缘无故的 骂他 甚至打他 可是呢 这一个参学的人呢 他被怎么样 羞辱 污辱 他都不肯走 他还是在这个老人 老和尚的座下 常常去逼逼 常常修学活 那么有一些老和尚的人 又是无缘无故的 在羞辱他 怎么样呢 老和尚把那个洗脚嘴啊 就泡好脚了 直接从他头上倒下 这个就好厉害了 说这个我都做不了了 对吧 但他很厉害 他还能够 忍受 如果人家呢 把他抱着 在手里头到倒下 但你做不了 你看他还可以忍受呢 他还是呢 不走呢 最后老和尚呢 看到他就气死了 到西郊子来不走 实在好厉害 干脆直接下军 把他就赶走 哎 把他给我赶走啊 这样他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 他还是没走 他还没有走呢 他倒是要找个地方住呢 然后天天在外面住啊 在墙外 窗口面 继续天津 你看 老法是在上 假设我们今天是在讲迹 他呢 住着他地板 他在旁边 在旁边 在那边 真是在墙外 墙外就更远了 你看 他还用听呢 对不对 真是用功了 他还是不走呢 但是老和尚呢 他不知道 这样子呢 过了三年的时间 老和尚呢 现在要找一个继承人 来传他的口法 找这班人 就好像我们武祖 冷和尚一样啊 要把传法的人 那这些大地主们呢 一个一个都以为是自己咧 结果老和尚一宣 法外面那一个 曾经被我倒洗脚水的那一个 那一个人给我倒回来 诶 然后呢 他一来 就说了 我 现在 认定你为我 继承人 大家都 咋了 把伯传给他 啊 所以呢 出乎人意料之后 这才晓得呢 这个老和尚 种种的生活 就是培养他的得体 培养他的耐气啊 才这样拼命的去折磨他 最后呢 传法给他 而他一举一动 老和尚都看着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了 所以由此可知呢 修行人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什么叫做修行 你能够忍辱啊 忍辱波罗蜜啊 这个才能算在修行啊 忍辱波罗蜜 你修成了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东西 这什么东西 工的 就不会死掉 不会死掉 所以说 一切把他得成余 如果我们 没有这一层功夫 老和尚 交给我们东西 你帮我 以后呢 弘扬佛法 给你做素质 给你做商家 结果呢 交到最后 会怎么样呢 好了 好高不远了 供高可慢了 自己以为啊 自己不可疑似了 最后呢 结果搞到 生败瘾 生败瘾瘾 必然是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 什么人 才是真正的 罚喜 就要看他的耐性了 看他的忍耐 这个人 有多大的成就 与他的忍耐 绝对成正比例 忍耐的功夫越深 他成就就越大 忍着钱 不能忍 那他那个气量小 成就就越小 你看这一篇文章都 告诉我的真理来 那我们现在讲呢 我们是不是把戏 都是 只要你把戏能绝对 像经纲 我最喜欢讲的 有几段 其中一段 忍辱波罗 可能真的是 讲了以后 哇 实在太爽了 以前没有听过的 忍辱方法 现在都听到了 我跟各位讲 我们这个忍辱吧 佛门讲的忍辱 在我们儒家 就是千德之孝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千德之孝 就是忍辱 没错 所以我们呢 这一篇千德之孝 大家好好去看一下 其实他就是我们佛门的人 他的内容啊 他是讲的比较起 然后又好误 不然的话 你说他去听 金刚多忍 波罗蜜的人辱波罗蜜 那你可能要算了去听 你才会有机会遇到 如果讲谦虚 大家都知道 但是讲忍辱 你真的要 所以大家好好 认真的去学习 休息 先学习 先学习 忍辱之前忍耐 比如说 未待定刻 而你呢 一坐二十分钟 哎 你真的太累了 你耐不住 你走不到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定刻的风格 他是什么 他是无妄念的定刻 那是很好 很宝贵 可以说是啊 真的是百千万元来教你 希望同修啊 你不管你有多少时间 你早上晚上你十分钟也好 你十分钟 你就是念一百声嘛 一次是不是十声 十分钟就一百声 你一百声没有妄念 一有妄念 从百声 那这样子 你慢慢训练 慢慢训练 你会慢慢 越来越喜欢 喜欢之后啊 你就会拿出你的时间 一定要定刻 这样定了 这样定了以后 你就不会失望 你就不会说学了我 一年 三年 五年 真的到现在 刚开始 活在眼前 再来 佛在天 到后来 佛化余妍 什么叫佛化余妍 就是你根本学不起来 就是佛化余妍 你现在把佛化余妍 真的 把他都指住到面 你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你这感觉 就会从佛化余妍 到佛在天 还看得到 再来呢 就佛在眼前了 就会慢慢慢慢就回回来 回来以初学的那种 对佛化的那种信心 我们要从这里查到 真的成就道理的信心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大家学到此理 后面的内容 我们留到下午 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